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2月10日 那本期视频呢,我想做一期关于苹果股票的一个趋势的预测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12月9日开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174.91 收盘价是174.56 盘中最高是176.75 最低是173.92 那全天它的股票的浮动是在三个点 并且呢,在当天它创了苹果股票的新高 也就是176.75 量 量 是1.089亿股 较前一日1.170亿股 降低了0.9 也就是是前面的0.9 好 K低值 K低值继续向高位运行 开口收窄 MACD 同样 继续向高运行 然后我们会看到红柱 较前一日变长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昨天这个K线的线形 这个K线 在技术分析当中 叫做天见线 但是呢 我们这个天见线呢 是一个短的天见线 它的特征是 上影线很长 至少应该是实体的两倍以上 那实体 很小 甚至是没有实体 可能是个一字 下影线很短 那这样的一个天见线 通常我们不分是红K 还是黑K 它通常会出现在 上涨的顶端 或者说是 下跌的低点 那我们统称为 它是天见线 好 天见线的出现 预示着股价要向下转折的一个信号 好 这是对这个K线线形的一个分析 我们来 看看 苹果股票前面走势的一些情况 我们把这个图缩小 好 我们要从哪里看呢 回来了 我们要从138这一点开始看 138.068 这是之前的一个低点 好 如果我们看这个曲线啊 我们会发现 这个起涨点是在138.68这一点 但是我们会提出一个意义 这一点不是它的起涨 那么这一波的涨是它的起点 我们怎么定义呢 我们会定义在这个地方 大家会看到 11月17日的这个红K 那实际上我们会看到 后边的这波涨幅 它的起涨点 是在11月17日 然后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这是一个V型的一个反转 那也就换句话说 这是前面的一个高点 股价在下降 回调 然后到138这个低点 开始进行V型 反转 但这个反转是反弹 它绝不是上涨 我们也会看到 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均线纠结 那我们会看到 一直到这一天 11月17日 这个K线的收盘是153.49 它超越了前面这个高点的 这个横K的最高 是152.94 然后开始后面的起涨 所以我们定义这一波的涨幅 它的起点是在11月17日 而在这之前都是反弹 那在技术分析里面 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一旦出现了V型的反转 因为是显示的问题 如果我把它缩小 大家会看到 如果是一个V型的反转 后续必有一波涨幅 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这11月17号以后 V型反转以后 并且确认了起涨 那么后面有一个涨幅 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么一个现象 好 当我们把起涨点定义在 11月17日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 那起涨之后 我们会发现 到11月22日 这出现了一个也是天见线 那其实在当时 可能也会给我们一个变盘的 一个叫做信号 但是我们会发现 紧接着第二天 它出现了一个蜻蜓线 实际上 并且蜻蜓线踩到了五军 然后股价回升 那这个信号告诉我们 我们不想反转 那在接下来的一天 我们会看到 继续确认收盘过前高 然后给出的信号是 我们不想反转 我们想继续向上 但是到了11月26号 我们会看到 它收盘是跌破五军 但是最低价也破了十军 但是收盘在十军以上 然后我们会看到第二天 又出现一个小的红K 好 现在我们说的这些啊 都是事后论 那如果既然事后论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它的趋势 实际上在第一波确认涨幅以后 然后回调 再上涨 然后我们关注这样 呃 十一月三十 二十二月一日的这个K线 我们也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长长的上涨线 给了我们一个讯息 就是股价要反转下跌了 那我们会看到 红K 然后又出现黑K下跌 我们有没有看到 最高 左肩已经有了 那在当天 十二月三日的时候 我们 会 可能会判断 会出现右肩 然后股价迅速下跌 但是很遗憾 右肩没有出现 而是在第二天 股价迅速的拉升 然后 给了我们一个信号 就是我收盘 过前高 然后接下来一天 跳空上涨 创新高 并且股价收在前高之上 好 下面又出现了一个黄金交叉 所以 经过前面的这个分析 我们会看到 第一个起涨点 是在十一月十七日 那么经过了这些震荡以后 我们会发现 实际上 接下来一波的起涨点 是在十二月七日 也就是这个收盘价 171.18 那下面就是比较严峻的一个考验了 就是后续的涨是如何 那 通常股票的涨幅应该是有三波 假如我们把这一点定义成是第一波涨幅 那通过横盘震荡 到了十二月七日 这是第二波上涨 所以依照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经验 我们认为苹果的股票还会继续上涨 但是涨到什么价位 从技术分析上 我认为已经不能够预测了 因为上方是开放的 它并没有压力位 谁都不能判断出 它究竟要涨到某个点 这是由多头的控股方应该来决定的 好的 但是作为我们对技术分析 我们要判断 我们想要守在停力停在哪个点上 那我想呢 在这给出几个建议 首先第一个建议 我们考虑在上涨以后 假如我判断今天开盘以后 我可能要获利了结 那么我们可能要考虑什么呢 要等到临近收盘 那但是请注意 你的设定的点 是不是这个红K的中线 假如 我设定的是这个红K的中线 那么在今天的收盘以后 那我这一波的涨幅 我判这个点停力 那么我们还可以设定一个点 就是我们把这两个黑K 红K合并以后 我们在 这是 开盘 这是169 那上方收盘是171 我们会找这个合并以后 红K的一个中点 也就是在172 我们可以在守172 那再向下呢 我们可以守新生成的物菌 然后或者说是我们守石菌 好 那这些建议呢 就是 由我们自己的实际的操作人员呢 自己看看 我想停力停在哪个地方 那如果呢 想有更大的获利 我认为 可以把这个停力的线 再放的低一些 这样呢 我们会看看股价 是不是还会有 第三波的涨幅 那还有一个 想要提出的建议呢 是我们 如果 我们看到 如果这是第二波的涨幅 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天见线 我们会看看 它会不会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的整理 或者小的回调 然后继续向上 但从个人的 这个 目前 从我个人的看法 这样的一个天见线呢 不应该成为一个 翻转向 不应该成为一个顶部 不构成一个顶部 好 以上是我对 苹果股票的走势的一个分析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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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